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我是主持雪嶺 又賣2 鏡花先生 野人者 上集講完三套舊番 今天就講完餘下的番組 講不完 有些太頹的就算 如哥哥妹妹那些 最頹的那套叫做武裝神的 沒錯 那套真是不合你的期望 那人家是玩具來的 爆船婆婆也是這樣 沒有的,哥哥妹妹 相信某程度上都滿足了一些人的慾望 那我們第一號講的就是這個驚爆遊戲 不是彈空嗎 有去無雙EVENT 我示範了 是好癢的 如果他不是撞擊式的話 那烈火那些呢 你撞給我看 那I'm sorry 你現在玩的空氣炮 新版的時候大概都講過 他那個開流的問題 就是 講到平叔好像一個智者 平叔哪像智者 OKOK 我明白你說的 因為男主角是一個比較天真的宅 其實他的套路一直 你都會覺得平叔好像有點奸奸地 不是,你看他偷偷地撿了那麼多東西 不是,正常是很正常的 他算是好的 人家是殺人拿智片 他真的撿死雞 沒有害人 也挺合理的 我又覺得不關是害不害人的問題 其實你看那裡就是 在之後那幾集 平叔很多時候就是 他每次都總是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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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很多不同的特殊理由 令到他不會參戰 簡單來說 你用到有馬的說法 平叔是不夠開城布公 他每次都是 等主角 打完 龍泰打完之後 他才不知在哪裡 閃出來 就說 真的好 跟你組隊 當然好 你打也不用打 他也不懂得打 你找他們交票 其實這遊戲比較尷尬 很實在就是 究竟是否真的需要打 很多人都很依靠炸彈 錯了 那種大叔的武傷 拿刀仔 看你怎樣定義 什麼叫打 你是說是戰勝 還是偷隻 對戰 因為在他們的攻防戰裡 他們最常用的武器就是 Scan 以及炸彈 炸彈 我真的沒有認真數過 其實 我真的覺得他們的炸彈 他們用了金手指是無限的 好像是 他們有空又會說 我只剩下一個人 但是 因為他們是主角 這個問題 我好像身分已經講過 基本上他們是沒什麼 有幾個受傷的 所以 他們不斷地 不過意殺了人 那些東西 所以他們的炸彈 常常都有這個refill 就好像 那些東西 好像是 巴哈薩 那些 那些 最重要是他們是主角 他們就算說 一兩顆蛋 他們會不會用的 變成是不會用完 就是 很多人 用炸彈的方式 好像 像是 適合阿龍太的伊達 他為了報告局 想陰阿龍太 伊達 適合阿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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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他放了三角形 他那裡 起碼用了超過六顆炸彈 他圍著那些補給品 去炸彈 但是你要記住 一個人只有十飛子彈 十飛嗎 八飛嗎 八飛 他用了 用了兩個 這個問題 因為我動畫版 沒什麼看的 動畫版 比較奇怪 我看到他有出積田 一開始說 他炸那個 軟軟頭 黑鬼女人 但其實 比較說 他是比較 狠心 心狠手辣的人 所以他的炸彈量 是很充足的 所以他有這條件 是做這些事情 但問題是動畫版 交代不了 他就覺得好像很多炸彈 一定會有 其實你要這樣說 主角就是一個 說不到又做不到的人 而阿本 即期然就是 說得到的人 所以就是NTR的女兒 最主要就是 我沒有說錯 關什麼事 不關事 現在在說戰略攻防 關不關他NTR的女兒 什麼事 因為戰略攻防 他本身已經殺了很多人 他有很多炸彈 所以他無辜的 他說得出 要殺你一定會做到 說得出多少炸彈 明明 那跟NTR是不關系的 對 不過 其實你說他實際上 有多少炸彈 這個是問題 因為 其實他 就算 漫畫一變 他的晶片 都不算很多 其實他究竟有沒有 這麼多炸彈 可以用到 其實是有少許疑問的 這個我不會糾停 其實實際上 我經常都很質疑 當然這些故事說了就算 晶片是炸彈爆的 對呀 雷主角身上也炸彈爆的 那個是閃亂 PSV也可以玩的 你可以玩 或者玩上次那個 MonsterMonepiece 聽回AGS那集 但實際上 其實龍太 其實很一般的主角 應該是這些圖神遊戲主角的套路 即是人速無害 即是鬼速至上 一定有方法 是可以全員身環 就可以離開這個小島 即是 握著這個賣點 去招人入隊 正常 等於Ona Gang Ona Gang 組隊 組隊攻略 對他們來說 你說這一點 其實用得最多的是 平叔和他 是他們之間 究竟 你會不會扔下我 你又會不會扔下我 這裏 他會說得最多 而其實那裏說的 其實都只不過是 平叔最後都說 其實都是很人之常情的 你看到突然之間 你又好像有些 鼓鼓滑滑的 看上去好像鼓鼓滑滑的 在他的視點來說 你會不會這些人 是想背叛我呢 但 因為他始終一季 其實他跟原作 一開始 你除了說 男女主角 平叔 其實他出了一個人物 沒有誰是涉不到 因為小孩子 就是澤成佩那個 他除了很快的 會說一下他父親 律師 人物描寫是不多的 除了戰鬥以外 主要就是平叔和阿龍泰 跟著就是男女主角 所以很正常 也很集中平叔 我覺得集中平叔 沒問題 其實他們說的 他們各自都有 一開始經過一兩單 雖然阿平叔 完全是絕對 不是做事 都很信任他 說這個是可以信得過的人 正常你不對 我就送你 那不同 不對你又信你 中美都沒有打仗 你是不是信他 代表 然後你會看到 阿龍泰 其實在揹著 卑怡庫的時候 看到 阿平叔 揹著所有東西 他會不會是 穿草呢 照平叔 他的論調 就是說 當你去到危機的時候 你會發現 那個人 突然之間 不跟計劃行事 好像是 他會不會是 善我一禍的呢 其實是 反過來 平叔也說過 他在職場上 他是很深狠手納的人 加上他人生經驗豐富 看到他的頭髮也開始少了 所以 想事情比較悲觀 還有陷入這個情況 有時候 有些人是想事情 負面出發的 即是你考慮現實情況 你不可以排除這個可能性 其實 如果站在說 主角是一個 很天真很傻的 打機宅來說 有這個人做一個 反面霧水是合理的 OK的 我覺得那段 其實平叔也交代了 其實他在現實中 他也是 都會走灰色地帶的人 所以 會被人憎恨 都是一件 可能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他才會來到這個島 其實可以同時間 帶上這件事 我覺得OK的 平叔的角色 不是很差的 你跟著下去 你說平叔之後 應該就是 第一件 敵人真的殺了 在哪個關 你可以介紹年輕人 如果你說是 考慮的 你說真的 年輕人最終 其實阿龍太太也是沒有殺他 年輕人玩到現在還沒死 不是 學得很厲害 那個炸彈炸到那個年輕人 然後 我覺得說 不死都重傷 你回到這套祖國了 不死都重傷 跟著 平叔也要躺在那裡 一段時間 你是完全沒事的 不是 平叔基本上是 被東西咬完 或長期都躺在那裡 然後就發燒 然後最後死了 不是 我明白我明白了 平叔的受傷 不是炸彈引起 被惡魚的物體咬的 你知道平叔的角色 如果我用悲慘來說 就像周星馳裡面 四師弟那些 我以為我餘花 不斷被刀插中 被蛇咬中 越來越傷的是他 那些不是功夫 被蛇咬 被刀插 周星馳那些 最恐怖的不是炸彈 最恐怖的是蛇蟲鼠藝 那不是的 這個賭物的特性 可以說 逼你去打 因為你沒有那些東西 保護自己 有些蛇蟲都會咬死你 不是的 其實 有動物 可以獵食 然後 武器的有限 你會處理是一個問題 你打不打死牠是一個問題 即是你出街 被野豬撞死了 沒有辦法 你那個是摩登尼 不是的 你現在香港也可以找到野豬 你夠不夠衝過去 我肚子餓 問題就來了 你的炸彈 不可以對付玩家 還要對付野生動物 是完全不夠用的 威力 即是 之前那些人 是不斷擲炸彈去 擲食液的 炸彈的殘量 其實他不是去到很care 那個重點 我想 他有數 雖然我沒有認真和他數 主要其實是 戰鬥緊的時候 那時候我會說 我還有多少發彈 好像你做左輪 我只剩下六顆子彈 我只剩下幾顆子彈 那時候是會數 但你說 他有多少個彈匣 其實就不管了 某程度上 但他不會說 他好像亂扔 你說 如果你說角色 在龍太這隊裡面 其實 飛如虎的角色 其實動畫來說 那個處理 其實 我感覺有點奇怪 開頭就是 因為他看到 用太他之前 給很多男人 就好像想侵犯他 你叫我好痴 你叫我好痴 是直情的 大哥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所以 對龍太有戒心 然後才跟他有第一場攻防戰 所以 所有男性生物有戒心 不是龍太一個 那場是 不要集團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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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有一段時間 他一直在說 我真的想 小姐 如果要搞你 一早就搞了 還是你覺得 龍太有些姓名 喜歡看你掙扎著 來搞你 你明白嗎 人家有心理陰影 對男性抗拒 這不是一時三刻解決的 不是說 你對誰 我覺得 心理陰影 OK 但你不會對著一個 說他救了 即是他救了你 他也沒有那一刻侵犯你 的人 你告訴我 喂 你是不是想侵犯我 然後龍太如果 你明白嗎 我要侵犯你 他第一晚侵犯你 就是第二晚不侵犯你 明不明白 我第一晚沒有性慾 第二晚又有性慾 你的意思是 什麼叫隔夜飯都是做炒飯 明不明白 OK 那你選一套 好 就算 男性生物會隨時變怪物 你什麼事 顯耳狂就是怕這個 大哥 但是你說 飛魚腐的角色 其實為男主角創造危機的角色 嚴格來說 他是一個在動畫裡面 為什麼這樣說 他跟平叔一起 走了去一個天台的物體 之前那裡 他也是一個暈倒的角色 他也是一個被救的角色 他也是一個被救的角色 在動畫版來說 所有的戰役 基本上都是 因為他這樣而阿龍是要打的 其實 其實 基本上 他沒有問題 他也是玩個砰炸彈 另外一方面 其實 有些情況之下 你要明白 男主角太軟了 你不是找女兒去逼他 他不會做些事 還有一些危機之下 其實 那男主角也很強調 他說 如果她是我網絡結婚的女兒 如果被人抓了 突然之間 我就壞發小宇宙了 不是 我補充一件事 說人說 我就覺得 好像我看漫畫這麼久 那女兒是沒有什麼技能有份打的 真的沒有什麼技能有份打的 即是 她的戰鬥能力 我知道她有這樣的經驗 但是 她真正上參與戰鬥 好像只有一場兩場 而且實際上 去到這一點 其實 他一直說 這個生存遊戲 其實是 做這個遊戲的公司 是為了上去測試遊戲平衡的東西 而把那些人抓了上去 不是 你看看應該跟政府有關 對不起 說完了 她現在的理由是這個 首先 有一個問題 就是 就算阿龍太很有經驗 玩這款遊戲 或是世界級的玩家 她一開始 阿龍太已經打了電話 說 大哥 現實跟打機不一樣 你有的力度 還有個人的命中 或者你的管力 你打街白會懂得升龍拳 你不會懂得升龍拳 明白嗎 正確地說 你每個人 一個生理狀態 會影響到你的出招效果 就是你的數值 遊戲 所以那個效果 你不能用它去debug 或者做這些 因為有個variation 太大 而這個最搞笑 就是作為一個做遊戲的人 我想說一句 是不是無雙那些 我想說一件事 她說 她的論調是 她是要拿多些數據 去令到遊戲平衡 但是 如果一隻真正平衡的遊戲 應該每個角色的初始能力 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現在找到一堆 完全生效能力 完全不一樣的人 去到這個遊戲裡面 就是為了測試平衡 你想想 這個東西是不是很有問題 有個用刀 有無雙的 不是炸彈 有防護彈空盾 有防護彈空盾 一個人有刀 我知道你說什麼 你有這些 不合理 你是不是想說 之後會創造一個女性 就是有特殊機率 就是因為她的空盾 可以彈出一顆炸彈 那我沒什麼好說 絕對不只女性角色 有去無雙EVENT 就不會明白 如果你要拿這些數據 I'm sorry 她因為在這一季度裡 我不知道有沒有第二季 她一直沒有強 她沒有說 這個遊戲 阿龍泰都說 這個遊戲其實是未完成的 是一個好像試驗品的東西 但是 跟現實又有什麼關係 其實可能是特典角色來的 只有一個 你說這個是一個賭局 即是說 我是一班有錢人的賭局 我都覺得 OK 這個是飢餓遊戲 我都可能接受到 但是你說 我是為了測試這個遊戲的平衡 你如果在一些計算裡面 你真的要計個炸彈 可以怎樣爆到最準 你用電腦模擬 或者你不斷找飛船 不斷射炸彈 就行了 我覺得她還可能會做直播 我看到她有3D模擬 引出來說 要配音音進去 是不是想做直播 賺錢 童話有沒有說 有 你配音音進去 那你只是想請一個CV 他不肯定有沒有配音 但是她說 晶片是有錄音功能的 有錄音功能 錄其他東西 不過她的聲音會更換 電腦改的聲音 因為她說如果直播的畫面 太血淋淋 她會發聲 應該用3D模擬人物構造 然後配音音進去 重建一些惡情 但是因為你這班公司裏面的人 是說她做這個遊戲 除了你說是滿足那班的騎士 想看戲那班人之外 其實她是為了完成這隻遊戲 她說到這隻遊戲很重要 即是說 可以是為了這件事 日本政府不知為何 可以讓她們捉一些爛坦 然後大家爆炸 這是地獄少女的翻版 而且這個遊戲其實 如果按照她這個模式 即是她可以參戰的模式 就是 我現在不妥有馬二 我求人一張指導 我前陣子有馬二 然後有馬二明天就會去到島 大家看過Facebook 很恐怖 就是我寫個名字 阿雪山已經扔掉了 那雪山的帳戶會沒有 這個問題你想想 如果這樣 我想討論一句 那間就不是遊戲公司 那間是DHL 或者Fairdes 或者是白車 而衍生了這個問題 就是什麼 應該全世界 有接近一半的人 都會擠在島上 那沒什麼 全世界都有五分之一的人 在中國 你要記住 他們說到 我不妥理 我寫個名字下去 那傢伙明天就會傳到島 他的條件就是 我認識你 因為地獄少女 同樣例子 地獄少女 為何人不敢寫 因為寫了可能自己去地獄 也要 這裡不同 有錢怕的 有錢買嗎 他那次說得有錢 我不肯定 好像沒有 好像把你最討厭 你很想他消失的人 你又寫他的名字下去 好像沒有說過有錢買 你不要冤枉他 因為這件事很兒戲 其實是 在這個故事裏面 有沒有說過 跟什麼人合作 這間是一間很厲害的遊戲公司 你多厲害 你有Bisa也好 你是Window也好 你都不可能有這些東西 你也不可以這樣做 你又不說 是不是跟日本政府有什麼 你當大屠殺計劃 也好 什麼都好 你滲一點出來 讓我們理解這件事 你要幻想一個情況 就是 阿龍泰的媽媽 在街上 看到一個派街招的人 然後發了一張紙 說 你有沒有誰不妥 寫下去就可以了 然後他媽媽拿了一張紙 寫完一個名字 回郵回到遊戲公司裏面 然後他就會送他去打包 你那些是應務抽獎 或者有馬那些 PSV抽 實際上就是這麼簡單 不會說 你地獄少女都可以說 你要付出某些東西 去換取你這個願望的實現 其實他是不是 日本帝國的量產化 Death Note計劃 他不說這一部分都還好 我當是抓一些人 他要做實驗 也好 究竟安個很政府 很黑暗的理由 他要強行說 遊戲公司要做實測 你會令他很無契 你自己又不去說清楚這件事 你又強行這個理由 好像很特別 我接受不了 其實這個位置 就像你所說 由政府負責回來還好 反正大了大肚子 這些都沒所謂 你反而由政府安排 特地抓不同數值的人 來做測試 我綜合你一些 有巨語 有小日黑玩家 有黑射的熔兵 其實你說故事很簡單 有一個就是 龍泰為什麼會進入這個遊戲 他一直不是說 龍泰很想做這間遊戲公司的測試員 不是因為他老母嗎 你聽我先說 他一開始說 他是因為很想做這間 去這間遊戲公司上班 因為他很熟悉這個遊戲 然後他那個前輩 你當他是什麼 你突然之間在畫面出過 你不是說很想做我們測試員 我現在就給你機會測試 不過是實測的 真的很實測 會死的 你這樣的話 反而不是更簡單 就是說 我是賣了你 怎麼辦 前輩 撩住鼻屎 跟你說 我本來是賣走你的 其實錯了 你明白 在第一集 版本龍泰和媽媽吵的時候 拿一個造型師 扔 他好像扔了出街 扔了一部牆壁 但手指沒有難度 是牆壁 他不應該做遊戲 拆食物應該做球擊手 什麼呀 日本那些是紙品來的 紙製的那些拉門 開門而已 開玩笑而已 開玩笑而已 好 接著就說 應該要說醫生那一段 大隻佬我們沒事 大隻佬 不過大隻佬也算 大隻佬也是被人 一個軍人 退役軍人 算不算 他寫了一個設定 他叫軍類作家 他在法國做個傭兵 身體能力最少都是 凌駕主角之上的 即是東方不敗 不要說東不東方不敗 至少他都是凌駕於主角 有個問題 他這麼厲害 都會被人捉到 這個世界有Chemical 要捉一個人 很簡單 但你說他跟律師去組隊 夏木洛斯 律師就不停說 根據這個自衛殺人的法例 我沒事的 他真的趴到很高 他已經是精神錯亂那種 他已經是病態 已經受不了壓力 但是軍人 你說 跟龍太打那場 其實是第一個危機 或者是第一場真正的 你跟平叔那些也不太算 跟年輕人那些 你說 那些小戰鬥 這場真的是真正的大 在各方面的能力 我不算打機技術那方面 因為可以應用到 他各方面都不可能贏到軍人 用地形 而最後 他輸 跟著叫做什麼 是阿比尼符 在做援護攻擊 干擾了他 然後 用什麼來干擾 你說好一點 有買好亂說 捉住他 但是你說 那一節我看了之後 其實 運氣 運氣 你最後輸運氣 運氣是一種實力 我也是 我一直都承認運氣是一種實力 你坐在那裡 金手指 主角光環 這一場其實 最終 你叫做 我剛才說的 就是一個運氣式 去贏了 因為本身就是說 根本不可能贏到他 其實 在各方面都不可能贏 而且炸彈 大家都知道 他自己都很強調 近距離是沒有用的 是會炸傷自己 這一場就是 用一個運氣式 我接受 一兩次的運氣 我接受 之後都沒有什麼運氣式 有些荒謬式 就是彈空那些 之後那些 其實無論你說 對 醫生加入了之後 醫生加入睡床 醫生加入睡床 不是 醫生加入後 他們一開始 看到積田 那一堆攻防戰 其實你看到 炸彈 那些炸彈 都是去回我 新番介紹的時候 那些問題 真的沒有暴風 你看到主角 只是在炸彈裡面 不夠一米的距離 就避開了 那些人 好像有馬那樣 那些衣服是不會破 那些衣服 全部都用特殊採取 有馬那些衣服是不會破 那些衣服也不會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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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衣服最近主角的腿被人炸到 那一個衣服也算了 其實就是需要 那些衣服也就是 所以你會看到 那些衣服也就是 我不喜歡他的炸彈的打法 他的炸彈 其實坦白講 很簡單只會放龜波器工 你幻想是龜波器工 龜波器工也有氣爆也有 但他沒有的 其實你想想 其他人會被爆風炸到 是他們那幾個傢伙就不會被爆風炸到 你烈火式扔上去是他們可以沒事的 那個肥子一開始那一頂被人摔在山崖 主角是被火圍住了 還要是圍得很整齊 你真是看阿里巴巴的火圍住他 所以主角肯定是有AD感覺出來的 不是我沒有你那麼多可惜的 那個不是AD感覺,那個是三位力場用來的文字 可吸,可拒 然後留了一個伏線就是 積田和龍泰在中學時代認識 然後就說回剛才有問題 他們結怨的原因就是 積田上了龍泰暗戀了那個女生 沒有那個女生不喜歡 男主角喜歡積田 主角上了 在龍泰的心目中 他就覺得這個好朋友 明知道他喜歡這女生 他也要去搞她這女生 然後還要在她面前 很好味 很封心地說 不關事的 這女生自己黏起來 怎麼會有那個鬼事 對他來說是一個心靈的打擊 對這個打來講 不要緊 你看看一階段的打擊 就是他有多少級 算啦 你用多少級是誰級 這段其實就留了一個引子 不知道其實是怎樣 所以其實我看到那個OP 我看到他有個位置是積田 其實我覺得很突然 一開始 新方人不可以說 因為他沒有這麼快說到他 也不夠時間說到他 所以不應該放在他OP 他順著漫畫一做 做到他龍泰和Himiko 在夜晚共睹一燒就斷了 但劇情順利說那些人出場 只是出場 但故事就沒有怎麼說 而另外 其實除了積田之外 剛才我們一直說一下醫生 醫生就是一個上一次的遊戲的生還者 二周目 他是二周目 但當然是炸彈沒有成計 Safe沒有成計 什麼都沒有成計 但他又被人扔多次回來 但女兒又有成計 不好意思 醫生就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卑鄙小人 你只可以說是一個 他只是叫做 借助同伴 他獲取最大你之後 最後就動他們一獲 就可以自己一個人逃生 最好 省自己炸彈 立即爆死你 搞定了 這才聰明 這個可以說 你如果打機 這就是最佳的生存戰略方法 用最少的資源 去獲得最大的利益 這些人就PSO2 被人爆到出來 爆到出場 不是喔 你會自己炸死自己 你有沒有理過我感受的 你叫我進去打 你死了 而這個位置 其實我覺得是 他留醫生的命 我覺得在故事來說的目的就是 因為他曾經逃生過 去解問題 是的 因為醫生現在變成平叔二號 因為 當平叔死了沒有 應該 當他死了 就是這個位置 平叔平時就常常躺在這裏 現在醫生又躺在這裏 取代他的位置 你錯了 平叔在這裏 是沒有人陪的 醫生在這裏 有女兒陪的 就像你頒獲的位置 哪個缺席 長期都維持著一字 當平叔死了之後 那一字有人填補了 就是醫生了 P4G Akuma 所以這裏就看他日後怎樣去處理 我不知道他日後怎樣去處理 醫達這個角色 照理來說 一個卑鄙小人 可以卑鄙得這麼完整 其實我覺得 應該都不會說到什麼給你聽 或者他其實 都只不過是借 這些情報去為了生存 而且最大問題就是 喂 大哥 有條下面拿著 連刀在你旁邊 航著你的頸 你真的不說都不行 那去到這裏 其實你說 他只不過是用 這裏做一個小結 就是突然之間 那個系統 不知道哪一方面 就出了問題 遊戲公司那邊 就要修復 然後就說到 有一個 整個 隻眼好像 死魚眼 方框滅 馬面 類似的東西 好像突然之間 好像很想幫阿龍泰 那樣 那不是他學長 長方面 好像三角形頭 一個個三角形 生仔 我不知道動畫有沒有出過他全照 總之 這個就是想 好像最後 結局那時候 動畫版結局 就好像說 我自己可以做的就是這麼多 之後就靠你自己 那些 不知道這個 學長什麼原因要救他 學長現在去了一個島 現在也是 故事後來都是說 因為他們要去個島 修復某些東西 對 換換洞 去到這裏結束 整體 我不會說評價很低 只不過是 他 只不過是 但是 他的細位做得不好 我知道 原作的細位做得不好 應該原作不是特別好 很明顯是日本的公式套路 A出現了 B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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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做的 你看到那些 11部分A的敵人 不會帶到下一部分 那他死了 你想怎樣 那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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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死了什麼 他覺得最好的是掃描 是 這個是 他唯獨 這方面 索敵系統的 妖聯 索敵 我喜歡的 龍太用的 就是放兩支掃描 就等於一個暗號 我喜歡這方面 他可以運用到這些條件 這方面 我的感覺是不錯 但是炸彈的主題 我真的覺得 不是太合格 他後期有其他東西 即是無論是用Scanner方面 組隊 以及炸彈方面 大家可以提到第二季 那這個 可能我們第二季 再去看看 他究竟發展成怎樣 我期待他有其他位 因為這本書 其實是某程度上 有漫畫的人 或者是看的 都會知道 就是 他的 怎麼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些叫Service 他有些掛業很奇怪 你想想 彈空都可以 所以 你也要看動畫 他的尺圖 他要玩得怎樣 嗯 很遠足 因為他未到第二季 可能要等一會 大家要等一會 那日後 看看什麼時候 會有第二季 我們看完之後 就再去 重觀一下 他是不是 整套 都算是一套不錯的作品 或者玩回憶 一點失分 好了 這次就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節就說 下一套